這個存錯檔 VBA不見的話 那你的模組應該也不見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恢復的話很簡單 就這樣 假設你應該打開的話應該是沒有東西 所以我假設模擬一下沒有東西 打開應該會變這樣 那你怎麼做呢 很簡單 你就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反正就把那個模組叫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那六個SUB程式恢復回來 因為我剛好偷偷把它複製 所以我現在貼回來 有沒有OK 它就有了對不對 這樣不就有六個SUB對不對 那只要一個SUB就可以對應到一個按鈕 所以你原來按鈕還在 這個樂透彩這個有沒有這邊有 所以你按右鍵呢 重新指定它 再指樂透彩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 那它的話就是那個SUB OK 所以你只要SUB有 這邊也會出現 那你就是直接按下確定 當你按下那個按鈕的時候呢 你就會去執行那個SUB 大概是這樣的關聯性 所以六個 剛好六個SUB 剛好六個按鈕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應該沒有想像中複雜吧 反正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概念 我是覺得寫程式真的沒有 沒有比文學來的困難 來的困難 我覺得反而這個還簡單 因為如果你要寫一個文章 反而你要創作反而那個 真的我覺得要寫一個小說 寫個散文 畫的心思恐怕還比寫程式還要更多 為什麼因為你要寫個小說 那真的我覺得心思要夠細膩 而且你要文筆夠好 你要還要知道哪一些 你要怎麼去遣實用次 這個真的是不太容易 所以像能夠寫小說又可以得獎的話 那是更不簡單的 像你們學長 你們學長好像就得了幾次獎 兩次吧 而且還得第一名 所以如果你要寫作得獎的話 可以跟你們那個學長討論一下 OK 好啦 因為他剛好來幫忙 他要落節 你們應該知道他吧 OK 他應該還蠻有名氣的 是不是 我是覺得真的很多事情只要你願意做 真的可以做得蠻好的 你用點心思 而且在這個年代 我說真的不是只是 你一個文心 具備有文心能力的人 其實不是說你有文心 你的電腦能力就很差 應該沒有 我覺得反而應該是要能夠更多元的 因為畢竟你是活在這個當下 這個年代 所以盡量就是說能夠多元的 可能你又有文學相關的素養 文學的造詣 然後又能夠兼備一些科技的素養 有沒有 然後當然兩個可以結合在一起 那更好 相反的 我覺得就是說如果你是理工背景的 那當然也應該要盡量去 怎麼講 接受一些文學相關的薰陶 因為我發現很多學理工的人 這方面真的還蠻缺乏的 而不是說很多 我覺得大部分 這個光表達能力 好像就會比較弱一點點 我感覺 我遇到了有些 這個念理工的背景的 真的 這個 程式上面都很OK 但是好像表達就是缺了一點東西 好像那個說不出來 就差一點點 那如果可以兩方面 把它平衡一下的話 那我覺得 都會非常好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把那個上個禮拜 同學遇到的問題 再把它說一下 所以最後把它連結 每個按右鍵 再把它重新指定一下 這個是 這才清楚 六個的話 就做六次按右鍵 重新把它指定一下 那這樣就OK了 這個就可以把它重新存 那記得存檔的時候 不要再存錯了 一定要記得存成啟用聚集的活業簿 OK 那就完成了 那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打住了 這一題 但是其實這一題做完之後 同學就說 老師目前已經沒有樂透採了 現在只有大樂透 那那個大樂透呢 那個好像 我 我的長 我家好像很多長輩都每天都在算 哪個號碼會開出來 所以呢 他就對於那個大樂透的那個資料 他很感興趣 所以假如說我們想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到底大樂透的 開獎號碼 歷年來的歷史資料 裡面呢 哪一個號碼開出來的機率是最高的 開出來次數也是最高的話 那怎麼做 所以這一題就先把它關起來 把它關標儲存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延伸題 因為這延伸題的話 就是你們在雲端白板上面 可以一樣找到第四個單元 那這邊有一個題目 剛好就是 根據同學所問的問題 然後呢 我就網路上找一下 找一下有個叫大樂透歷史的資料 歷史資料的部分的話 我就Google查一下大樂透歷史 後來發現有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的話呢 它就是 名稱叫樂透雲 它就是把所有的號碼 都幫你把它收集起來 而且每一次的開獎號碼都有 那我把它點擊進去 或者你搜尋一下 看有沒有其他 那個更好的相關歷史資料 我把它找到了 大樂透歷史 那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它進來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 它總共有四個欄位 分別就是哪一天開獎的 然後開獎的號碼六個 有沒有 然後再加一個特別號 那 首先的話 那個大樂透跟樂透財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跟各位講 其實規則是一樣的 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中獎號碼 樂透財是1到42號 可是呢 大樂透是1到49號 OK 所以啦 如果假設我今天想要統計 就是歷年來 歷年就是全部 1到49號 到底哪一個號碼 開出來的數量是最多的 如果假設要算數量的話 怎麼算 首先當然你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網頁裡面的 所有的號碼 要把它放到Excel 放到Excel 所以第一個 找到你可以看到 但是你先觀察一下這個資料 大樂透歷史資料 那你會發現呢 它一直到2023年的8月18 這邊之後 奇怪怎麼沒有了 其實不是沒有啦 底下不是有1到72 意思就是說 它總共有72頁 意思就是說目前是第一頁 有沒有第一頁 那如果你想要看這個後面的資料的話 比如說 2023年的8月18以後的資料 那你可能要點第二頁 所以你在點 或者點下一頁也可以 點第二頁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第二頁之後的話 就有第二頁 如果在這12月2023的8月15 一直往下捲動 到哪裡呢 到底下 好像到5月5號 5月5號的部分 5月5號的部分的話 這邊底下如果還要再看下一頁的資料 這邊還有第三頁 或者按下一頁 第三頁 5月5號 5月2號 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 如果假設我要把這72頁的資料 全部都轉移到Excel的話 那怎麼做呢 當然呢 理論上 一般人如果不會寫特別的程式的話 那可能就是先開一個Excel 空白活頁部 那怎麼做呢 那你直接想到應該第一頁 老實我知道第一頁的話 然後點 然後選那個日期 然後一直往下選 選下來之後呢 把它Ctrl C 然後呢 再切到Excel的話 把它Ctrl V 那Ctrl V貼上之後好像亂掉 乾脆把它改成 應該沒有格式好了 沒有格式的 把它改成像這樣 那你貼第一頁之後的話呢 它會移到下面這邊 那你下一頁怎麼做 下一頁的話呢 你可能要再下一頁 然後再選 日期 一直選到這邊 選到這裡下這邊 然後一樣Ctrl C 對 然後再切到這邊來 然後再Ctrl V 還是一樣格式不對 那還要改 改成這一個 沒有格式的 OK 那你會想說 哇 是72頁了 那要貼幾次 很多次 可是呢 如果 你假如希望 可以讓VBA幫你代勞的話 那其實這件事就簡單了 為什麼 你把程式寫完之後 按個執行 72頁的資料 就全部下來了 你一個動作都不用做 那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這個資料 又是每天更新的話 哇 那更適用 為什麼每天更新 每天都要來 吃不到浪費時間嗎 那當然很多人 每天真的在做 同樣的事情 浪費時間的事 所以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延伸 那個熱透財的部分 那請各位先想想 先找一下 這個大熱透歷史資料 當然也有別的網頁 別的網頁有別的抓法 那待會我會講就是 如何把這個72頁的資料 逐一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裡的話 我提供給各位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 就是大家都說下載的範本 裡面會用到一個 叫Creditable的物件 這個物件就是可以幫你把 網頁的資料 其實就是爬蟲 把它爬到Excel 所以今天的難度 又會稍微高一點 但這個蠻好用的 就是學習如何透過VBA 做爬蟲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謂的網路爬蟲 因為現在網路爬蟲還蠻夯的 因為現在基本上 所有資料都會放網頁上 那你這個網頁上的資料 如何把它下載 直接放到Excel這件事情 蠻重要的 如果不會 你就每天Ctrl C,Ctrl V 切來切去浪費時間而已 我們先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看